大家看过哆啦A梦的大结局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网友最认可的一个大结局版本 未来的一天,胖虎晓夫和冲步山三人在聚会 这时,电视上在采访日本机器人制造机的领袖野比博士 原来这个人就是大熊 晓夫说,没想到我们同学里还有这么优秀的 咱们这次真应该把他叫来 我们句一句,大熊现在是全日本的骄傲了 对了,本期问题,你最喜欢哆啦A梦中的哪个道具呢? 发到评论区哦 出木山表示,今天对大熊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天 我们不能打扰他 我顺便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还记得哆啦A梦吗? 胖虎晓夫听了很激动 晓夫说,怎么可能忘记呢? 而胖虎猛的喝了一口酒 那个混蛋,什么都没说,就突然回到未来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不是说好了陪我们一起长大的吗? 胖虎说完,浑身颤抖了起来 出木山表示,哆啦A梦是否回到了未来 咱们暂且不提,他却是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之后大熊呢,就有了明显的变化 你们听说过时间悖论吗? 35年前的某一天,大熊匆忙的跑回家 我真的无法忍受了,哆啦A梦快拿出来一个厉害的道具 但哆啦A梦呢,却没有理他 一动不动的在那儿,直到他手里的书掉在地上 大熊这才发现,不对劲 大熊怎么摇晃,哆啦A梦都叫不醒 反而倒在地上 大熊用时光电视,赶紧向哆啦A梦询问 什么情况,原来哆啦A梦没电了 大熊这才放心,没电了呀 换个电池就好了 但哆啦A梦就表示,没这么简单 我们机器猫的耳朵是换电池时,备份储存记忆用的 如果哆啦A梦没有耳朵就换电池 那他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那样哆啦A梦就不记得你了大熊 听到这里,大熊很伤心 我和哆啦A梦记忆消失,那怎么能行 大熊表示,要乘坐时光机去未来的工厂修理 但大熊刚打开抽屉,就被弹了出来 大熊不理解的问,这到底怎么回事 多拉美说,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时间旅行已经被禁止了 而且施工警察在24小时宣查 多拉美都飞不过来 大熊没办法,开始想各种解决方案 比如,从多拉A梦口袋里拿出道具 但多拉A梦不运转,口袋也成了摆设 大熊又说,去找多拉A梦的制造者 但多拉美又说,制造机器猫的人和各种设计资料 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 我们的数据都被大量的加密 大熊呢,只有最后的两种选择 一是,躲开时空警察 带多拉A梦去工厂换电池 那样虽然还能继续在一起 可他的记忆就会消失 二是,一直等待 等未来的技术发达了 把多拉A梦修理好 这时,妈妈喊大熊吃饭 但大熊满脑子都是多拉A梦 回忆他们一起做过的事 一起去过的地方 一起狼狈的逃跑 当自己被欺负时 多拉A梦也是感同身受 甚至两个人还互相争吵打架 但每次都是多拉A梦让着自己 这么多年 却没有向多拉A梦说过一次谢谢 然而,现在他不动了 我才感觉到什么是孤单 多拉A梦,我好想你啊 于是呢,大熊做出了第二个选择 多拉A梦也表示 肯定哥哥也不希望你们的记忆消失 并且自己有预感 大熊一定会治好哥哥的 此时,大熊按下决心 如果没人能救你 那就让我自己来吧 时光流逝 考试成绩公布了 这次第一名 又是大熊 考了498的高分 而冲破山第二名 考了475分 静香和冲破山来恭喜大熊 但大熊呢 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分数 而是想继续学习更多的知识 不继续努力 还是不行的 此时 静香表示 偶尔也该放松一下吧 咱们三个明天一起去爬山吧 但大熊说要学习 就拒绝了 大熊走后 出木山表示 大熊变了 而静香很生气的反驳道 大熊没有变 他还是那个胆小鬼 做事不认真 是偷看边洗澡的色狼 说完 静香的脸也红了 回到现在 小夫说 时间悖论 是施工旅行 对历史造成的影响吧 出木山表示 对的 目前我们的文明 停止目前已经很久了 你们要知道 到达哆啦A梦 那个时代的科技 现在的发展 还远远不够 而今晚呢 有人要完成一项技术 能让人类现代文明 飞跃发展 因为这件事 有扰乱历史的危险 所以全世界的高层 都禁止任何人干扰它 甚至从未来 也发来过警告 今晚发生的事 将载入史册 出木山说 这可是国家级的吉米 胖虎不解道 吉米 你也敢跟我讲吗 还是小夫比较聪明 我猜到了 这个人就是他 出木山说 只因为小时候的一个誓言 我到现在才明白 他一点都没有变 应该这就是命中注定 早在35年前 人类的梦想 世界的未来 都已经托付在他手上了 然而这时 在城市的另一边 大熊把老婆 静香叫了过来 静香说 大熊平时你不是说 这里危险 不让我静来的吗 静香走进去后 眼睛湿润了 躺在仪器里的 竟然是 消失多年的 哆啦A梦 大熊说 现在要充电咯 大熊按下了 红色的按钮 数据显示 一切正常 液态的电能 流到了仪器里 大熊已经给他 按上了 自己做的耳朵 那是储存记忆的 这样 哆啦再也不会 丢失记忆 哆啦A梦开始发光 他在 一点点的充电 这是 而使得记忆 不断在大熊的脑中浮现 大熊心里默念着 35年了 哆啦A梦 回来吧 而此时 哆啦A梦像是 听到大熊的召唤 他的手动了一下 充电终于完成 哆啦A梦 缓缓坐了起来 他说 大熊 你作业做完了吗 大熊哭了 哆啦A梦 终于回来了 他像小时候的 大熊一样 扑进了 哆啦A梦的怀里 大熊说 哆啦A梦 我大熊保证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全剧与玩 以下是影片的简评 本片是 哆啦A梦的 同人作品 展现了 哆啦A梦 大结局的一个版本 本期问题 你最喜欢 哆啦A梦里的 哪个道具呢 发到评论区哦 很多网友表示 这是至今为止 看到过最有深度 最好的一个大结局 大熊的人生 并没有靠 哆啦A梦 而且走上了 人生巅峰 他依靠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全日本 最厉害的机器人博士 大熊牛叉 通过一个人的努力 使人类的科技 飞越了一百年都不止 大熊静香 胖虎小夫 大家都长大了 但通过长相来看 大熊的变化最大 竟然是个大胡子 也不知道是谁的基因 静香呢 老了 但还是很漂亮 能取到静香 大熊这辈子也是直了 还有哆啦A梦的耳朵 最初被制造出来的时候 是有耳朵的 那为什么没了呢 大家知道吗 大熊为了哆啦A梦 也是拼了 从学渣到学霸 一定付出了很多很多 并且静香约他出去玩 他都不去 所以成功一定是有代价的 但哆啦A梦能活 这一切都值了 本篇让我想起了 2015年上映的 《哆啦A梦伴我同行》 那也是一部感人的电影 讲足了哆啦A梦 完成了大熊幸福的任务 被责令48小时内 要告别大熊 返回未来 哆啦A梦呢 不舍得和大熊告别 然而 大熊身边没有哆啦A梦时 他学会了坚强 独自对抗着胖虎 即使被胖虎欺负的遍体鳞伤 他还是没有放弃斗争反抗 最终 大熊也教训了胖虎 这也是说明 在《哆啦A梦》的帮助和改造下 大熊呢 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 不过在那部的最后 《哆啦A梦》还是阴差阳错 回到了大熊的身边 然而现实中 《哆啦A梦》和大熊的故事 仍然在继续 其实我们并不希望他来个大结局 因为那是我们的青春 陪伴了我们的童年 我们还是继续拭目以待他们的新故事吧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喜欢博士明的 点关注点赞 评论收藏转发哦 尤其是脸本 点点收藏转发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